外面有這個有五顏六色呢 如果摸起來又粉粉的 擔心有一些就是讓它乾燥的粉 今天有一單位呢 他就發現到這個噴墨 為了讓它快速乾 他就有噴粉讓它極速的乾 結果發現那個粉裡面含有綠 我想就選擇這種沒有顏色的 你喝它如果你要用你的嘴巴救杯子的話 我建議你選擇這個沒有顏色的喝 會比較安全 因為像這個花色在這邊很可愛 你不要咬到它 你就旁邊這個地方 沒有顏色的地方去喝 會比較安全 外食盡量能夠自己帶這個容器 那其實就像這個自然是玻璃的 也不要裝到滿 因為這個蓋子是塑膠的 最好也是有一個兩公分左右的距離 會想對安全 晚你要喝湯的話 我們的嘴巴不要接觸到 有顏色的圖案的地方 紙的餐盒 它用的話一定要用食用節油膜 大豆的油膜 可是偶爾我們也很擔心說 有沒有可能沒有用到食用節油膜 所以我想一個自保之道 我們只要看到有顏色的 在紙餐盒的一些圖案 我們盡量不要碰到我們的食物 也不要碰到我們的嘴巴 像這種餐盒的話 都一個一個疊在一起 就可能會污染到我們的內層 會污染到我們的食物 所以像這種淺白的 全部都白的 不管是紙杯 或紙的餐盒 其實淺白的是最好的